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姑姐把我婚房最大的两间房打通成了一间 变成了她的卧室 带厕所的次卧给了公婆 最小的只能放下一张床的房间留给我和老公 我不服和他们理论 公公却护着大姑姐 你们这个婚爱结不结 肚子里的孩子不想要就去打掉 我们家不缺这一个孙子 别想着拿孩子威胁我 我转身 但不是去医院 后来 他们却又来齐齐整整的我家求着我回去 我和老公恋爱五年 上个月领证 计划国庆办婚礼 婚礼前夕 老公带我回老家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婚房 房子很大 两层小别墅 老公领我上楼放行李 可是上楼后 我们都愣住了 最大的一间卧室里面放着大姑姐的东西 显然她住在这里 另外一间带厕所的次卧是公公婆婆住的 也就是说 现在分给我们的只有一间最小并且没有厕所的房间 我有点不高兴 老公脸色也不好看 她马上就下楼 大姐 你怎么住在主卧了 而且原来不是四间房的吗 你还把两间打通成了你一个人的房间 大姑姐吹着她的指甲 挑衅地看我 怎么 我嫁出去就不能住主卧了吗 本来就不能 老公很生气 哪里有嫁出去还回娘家住主卧的道理 姐夫又不是入赘的 你在婆家站着主卧 娘家也站着主卧 那怎么行 大姑姐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那红指甲指着老公 嘴里骂的却是我 你们这小肚鸡肠的 我回自己的娘家 住个房间 你们也要说话 太过分了 她回头问公公 爸 你说句公道话 我能不能回来住 公公抽了口烟 一锤定音 当然能 闺女 你想住哪里 就住哪里 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老公不开心 她觉得委屈了我 婆婆想了一会儿 也觉得这样安排确实不合理 那 你们住我们带厕所的房间吧 我和你爸爸搬出来 公公也同意 可大姑姐又不高兴了 凭什么 你们一回来 就把爸妈赶到小房间 你们多了不起 这次 不但是老公生气 我也生气了 老公看我黑了脸 赶紧把我带到房间里面 注意肚子里的宝宝 别生气 一切我来处理 她出去 和大姑姐吵了一架 大姑姐哭哭啼啼地 假装收拾东西要走 我算是知道了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这个家 我是不能回来的了 爸 妈 我走了 以后都不回来 婆婆掉着眼泪 女儿啊 苦了你哦 谁让你弟弟找了个不通情打理的女人进门 公公一拍桌子 谁要赶我女儿走 我先赶她走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要还是没点自知之明地继续待下去 那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 我拉开门 看着假惺惺惺要走的大姑姐 大姐 你不用走了 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娘家 我以后不来就是 不管是大房还是小房 你想要全部打通都没问题 我转身就走 老公马上提着行李 跟在我身后 婆婆又一把拉住我 明明 你什么意思 过几天就是婚礼 你做给谁看 简直是好笑 她说我做 我结婚 不说主卧了 连一个带厕所的房间都不配 她还说我做 公公也是 她生气地又拍了桌子 你们今天要是走出这房间一步 以后就再也不要回来 别就是做做样子 大姑姐还在拱火 对啊 我看她怎么舍得走 无名 以你们家那种条件 能嫁到我们家 你是烧了高香 你还赚什么赚 对 她说的没错 他们家是有钱 这只是他们的老宅 他们在市里还有几套房 但是全部都是的 写公公婆婆的名字 没有一套是我和我老公的 他们总是觉得 我要分走他们的财产 房得跟什么一样 我不想和他们多做纠缠 我怀着孩子 不能生气 老公也懂我的意思 他扶着我大步离开 我听到公公摔杯子的声音 滚 都滚 婚礼老子 直接取消 以后别回来 跪着求我 我不会求他 不会求任何人 天太晚 老公给我找了个间酒店住下 他红了眼睛 抱着我 我知道 他们一向天心大姐 没想到 连我结婚他们都不重视 老婆 让你跟我受委屈了 我安慰他 不重要 只要你在就行 这个婚礼 我不是非办不可 他想了一会儿 还是觉得心里过不去这坎 别人家儿子结婚 哪个不是欢天喜地地 把最好的拿出来 可他们呢 他拿起电话 抱着最后的希望 告诉婆婆 我怀了孩子 果然 没多久 公公婆婆来了 居然大姑姐也来了 还带着她的儿子 婆婆在我肚子上 看来看去 大姑姐鼻子朝天 呵呵 怀孕了不起啊 哪个女人不怀孕 我儿子都生了几年了 切 老公看不惯她 我要你来了吗 她一下来了劲 摆出一副 要吵架的样子 陈远 你现在说话 怎么这个样子 无名教你的吧 我就说 你真是被她给带坏了 以前的你多听话 从来不敢在我面前 多说几个字 我要钱你给钱 要买东西 你马上送回来 现在 怎么这么见不得我呢 连我住个主卧 都要骂我几句 真是一点都忍不了 这个大姑姐 说话家枪带棒的 阿远是我老公 她不帮我 帮你吗 你 你 爸妈 你们看 我就说吧 娶妻娶贤 这个无名 不能要 我原来给你们说过 我老公家的小表妹 人又漂亮 又听话 关键跟我又合得来 你们就是不听 你们 她还要巴拉巴拉 老公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爸 妈 明明怀孕了 一个多月 刚检查出来 婆婆还是高兴的 她不住笑着点头 好 好 喜上加喜哈 喜上加喜 公公跟婆婆一样高兴 可那个脚屎棍大姑姐 却撇了撇嘴 怎么了 你怀孕了 是不是就要住我的大卧室啊 是不是就要赶我走啊 我告诉你们 就算你怀孕了 也休想在这个家当家做主 我儿子 才是这个家的长子长孙 别妄想利用孩子 搞一些有的没的 我真是看不惯 她那鼻孔朝天的样子了 大姐 我只是告诉你们 我怀孕了 从头到尾 我什么都还没说 你就已经脑补了多少剧情了 你未必不是想得太多 她脸上红了一阵 但是马上变成了黑色 说吧 怀孕了 想要什么 房子 车子 还是要钱 她说话尖酸刻薄得很 我还想继续对她 老公一下站在我前面 她直视着大姑姐 一字一句地说 你说的 问我要什么 我要你 滚出主卧 带着孩子滚回你自己的家 大姑姐尖叫起来 爸妈 你们看吧 我就说了 他们还是见不得我住在娘家 凭什么呀 她是儿子 我也是女儿 我凭什么就不能住在家里 公公婆婆还没有说话 老公继续对她 因为你就是个脚屎棍 你要是住在这里 我们家永远不得安宁 哎呀 这下她真的要疯了 被我老公这么明着开骂 她怎么吓得来台 她抬起手 啪的一声 就给了老公一个巴掌 陈远 你真是被无敏蒙了心 家都不要了 姐姐都不要了 我心疼老公 摸了摸她的脸 陈慧 你凭什么打她 从小到大 你就得到了家里所有的偏爱 你自己扪心自问 阿远在你们家 是不是从来没有得到关心 她这些年过的什么日子 我知道 别人家都是儿子女儿一个样 可是我公公婆婆 却把女儿当作手心里的宝贝 把儿子当作地上的一颗石头 想踢两脚踢两脚 想踩一脚踩一脚 原来老公这么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 哪里有这样对儿子的家庭 现在我亲眼所见 真是开了眼界 听我这么说 公公婆婆黑了脸 无敏 你在说什么 我们什么时候对阿远不好了 你知道什么 张嘴就乱讲 老公被陈慧打了一巴掌 眼睛都红了 她声音也大了起来 她乱说了吗 爸妈 你们扪心自问 这么多年 你们是怎么区别对待我和陈慧的 说出去 别人还以为我是捡来的 不是你们生的 啪 公公又甩了一个巴掌到老公脸上 放什么狗屁 你姐是女孩子 我们对她好一点怎么了 你一个大男人 还跟你姐计较 我们不就是给你姐买了几套房 没有给你买吗 眼睛里面总盯着我们的钱 能成什么大器 你姐说得对 你就是被这个无敏蒙了心 跟家里对着干 你们要是有骨气 就永远不会要回我们这个家 她歇了口气看着我 老师告诉你 要想好好地结了这个婚 当我们陈家的儿媳妇 在家里就必须听我女儿的话 我们不是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 在我们家 女儿才是最重要的 别说一间主卧 就是她要整个房子 我都会全部给她 大姑姐鼻子翘上了天 老公已经对她们失望透顶 我最后问了一句 那我们的孩子生出来 住哪里 今天我去的时候 看了一眼 家里唯一的一间空房子 已经被大姑姐的儿子给占了 大姑姐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自己的孩子 生出来连住的地方都没准备好 那你还生个屁 不然 回你娘家 让你妈给你准备啊 不过 我看你那个穷酸样 就惦记别人财产的东西 娘家也是穷鬼吧 无敏 孩子要是养不起 就干脆打掉别生了 别把主意打在我爸妈头上 他们不欠你的 我笑了 他们是不欠我的 我也没想要 叔叔阿姨 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吗 公公大声地说 对 别拿孩子威胁我 我们家已经有了一个大孙子 我不吃你这套 动不动就不生孩子威胁 滚 在我这里 没用 好了 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我直接赶了他们出去 记住你们说过的话 以后别后悔 大姑姐还伸长个脖子 继续叫嚣 无敏 老实一点 安分一点 这个家还能有你一席之地 不然 呵呵 呵呵呵 喝他个鬼 我甩其手 就给了他一个大巴掌 陈慧 闭上你的臭嘴 别以为谁都拿你当个宝 垃圾 哇塞 这下 对面四个人都要发飙了 陈慧什么时候被人打过 他扑上来就要打我 老公一脚踢在他肚子上 你们敢动我老婆一下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陈慧尖叫着 婆婆掉了眼泪 公共气得发抖 好啊 陈远 吴敏 你们敢打我女儿 告诉你们 这个家的一切财产 都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所有房子 所有东西 我全部都给小慧 你们 永远别想惦记 笑死 他们一个两个的 都拿房子说事 都拿他们的财产说事 好像我结这个婚 就是为了那几套房子一样 我抓起身边一个垃圾桶 朝他们砸过去 滚 终于安静了一点 老公很是伤心 再怎么说 也是他的父母亲姐姐 我安慰他 别难过 用不了多久 他们会哭着回来求我们的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带着老公 坐高铁回了娘家 我妈看到 我和老公 突然带着行李回来 心里知道 我肯定是受了委屈 没有多问 老公一看到我爸妈 就扑通一声 跪在他们面前 爸 妈 对不起 让敏敏受委屈了 我妈把他拉了起来 起来 你能跟敏敏一起回来 妈就知道你的意思 放心在妈这里住着 一切爸妈给你们做主 回到房间 我妈才终于单独问了我 最后 她也红了眼睛 这陈家太欺负人了 她在客厅里面 拍了老公的肩膀 阿远 你要是不嫌弃 以后 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我和敏敏他爸 就是你的爸妈 你就当我们家的儿子 婚礼 我们给你办 当然 婚房 我们也早就给敏敏准备了 只是没有告诉你们而已 老公扑通一声 又跪了下去 哭着喊爸妈 我爸拉了他起来 我们只有敏敏这一个女儿 这下 就算多了个儿子 我们在娘家住了下来 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三十两厅的房子 虽然没有陈家的大别墅那么大 但是 是我和老公自己的家 我们住在里面很放松 很舒服 不会有任何人打扰 我们重新开始计划婚礼 原本在娘家 我只打算办回门宴的 但是现在 我们决定在这边办我自己最想要的婚礼 三天后 婆婆打来电话 老公不接 当然我也不会接 最后 她打到了我妈的手机上 我妈也不知道是她打的 随手就接了 亲家呀 这明天就是婚礼了 他们两个怎么还不回来 我妈把电话给了我 我笑着说 不用了 阿姨 婚礼取消吧 她沉默了一会儿 电话被公共抢了去 你们什么意思 是彩礼还没有要到吗 我之前给你说过 彩礼六万六 婚礼当天给你们 难道还怕我少了你一分 我几千万的资产 笑死 又是那几千万的资产 我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不用了 叔叔阿姨 婚礼不用了 自然彩礼 我们也不要了 你们自己留着养老吧 她好像有一点急了 你们是有什么大病 明天就是婚礼 亲朋好友们我都请了 你们不来 故意给我难堪吗 我听到陈慧在那边阴阳怪气 呵呵 我看就是没有给房子他们 彩礼没有给几十万 故意想拿捏我们呢 爸妈 你们赶紧拿几十万现金 过户几套房子给吴敏 不然啊 就给你们撂挑子哦 老公气得要挂电话 公公听了陈慧的话大怒 休想 吴敏我告诉你 休想拿捏我们家 还没嫁进来就这么做 要是嫁进来 你不是要翻天 别妄想拿捏我们家 这样 我给你退一步 彩礼给你家到八万八 其他的房子车子 你想都别想 等我观察五年以上 你要是表现好 我就给你一套房子 呵呵 笑死 我又不是嫁给他 还要他观察 叔叔 那我要是表现不好呢 哼 他冷笑一声 要是表现不好 那你就什么都别想得到 包括我儿子 他儿子现在拿过了我的电话 你儿子不是一件商品 你说了不算 老公挂了电话 他安慰我 别跟他们生气 不值得 我不生气啊 真的一点也不 我觉得 现在该生气的是他们 他们继续打电话 我能想象得到 他们现在气急败坏的样子 一直高高在上的几个人 怎么能受这样的气 果然 电话接二连三地打过来 他们打一个 我拉黑一个 所有可以联系的方式 我全部拉黑 眼不见心不凡 我和老公美美地睡了一觉 天亮后 准备重新去看一下婚纱 可我刚起床 就在客厅里面看到了不想看的人 公公婆婆和陈慧一起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这是大晚上的直接过来了 我爸妈离他们远远的 一点没有欢迎的意思 我看了看老公 他很冷淡 并没有多少反应 你们来做什么 婆婆又掉了眼泪 阿远啊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今天本是你们婚礼的日子 你们人都见不到 我们请了那么多的亲戚朋友 多让人笑话呀 可不是吗 陈慧跟着添油加醋 爸爸还请了好几个合作伙伴 这一大早的到处给人道歉 说婚礼推迟 你们太不负责任了 老公给我倒了一杯牛奶 才对他们说 不是推迟 是不办了 你们也不用费那些心思 陈慧突然站起来 高兴地拍手 哈哈哈哈 要离了呀 好啊 离了好 这个吴敏 我就看不惯 你跟他在一起之后 就不把我们当作一家人了 我真是看不惯这个陈慧 一个嫁出去的女儿 天天带着儿子住娘家 明面上说是娘家父母舍不得她 其实就是跟婆嫁合不来 婆嫁人不惯她 她受不了 只有跑回娘家来耍威风 她要是在娘家规规矩矩的也好啊 天天当家做主人 兴风作浪 老公牵着我的手 让你们失望了 我们感情好得很 只是我们只准备在敏敏这边办婚礼 那边的 你们直接取消 陈慧哪想到是这个结果 她大喊 陈远 你够了呀 这么大的男人 还闹脾气 有意思吗 吴敏 是你窜多的吧 你嫌我们家彩礼给得少 嫌我们没有把房子过户给你 嫌我住了你们的主卧是不是 老公刚张嘴 我拦住了他 没错 我是嫌你住了我的主卧 但是你那些所谓的房子 彩礼 我并不想要 而且你们六万六的彩礼 我妈同样给了我六万六的嫁妆 我没有占你们一分钱的便宜 陈慧不屑地一笑 笑死 六万六而已 我们家的资产几千万 当年我结婚 我爸给了我一百万的嫁妆 你六万六好意思说 我当然好意思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多少都是我爸妈的心意 而且我也没有要他们更多 你找婆家要了一百八十八万彩礼 你是一个字都不提呀 他更加得意了 是啊 我婆家重视我 愿意给我那么多钱 怎么的 你不舒服啊 真是个双标狗 他要多少关我屁事 他还在巴拉巴拉 婆婆把他拉回了沙发 阿辉 你也少说几句 怎么了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他自己没本事 你们看不起他 不给他那么多彩礼 他来嫉妒我做什么 爸爸忍不住了 一个茶杯摔到陈慧脚底下 我女儿是你随便侮辱的 你们有钱了不起 我家也不看上你的钱 茶水溅在陈慧的皮鞋上 他怒视我爸 你什么意思 敢我们走吗 我就说 五米没大没小的 也没个家教 原来 源头在这呢 他太横了 在他自己家横就算了 在我家里横什么 我直接上前 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巴掌 陈慧给我滚出去 滚 他捂着脸 大喊起来 爸妈 你们看 他敢打我 陈俊 就这样的泼妇 你还敢要吗 老公护着我 跟我一起赶人 陈慧见老公也赶他 发了风一样地朝我扑来 长长的指甲就要朝我脸上抓 MD 死女人 在我们家兴风作浪 挑拨离间 老子不打死你 可她的手还没有伸到我脸上 就被老公一脚踢到了地上 陈慧 你太嚣张了 我说过 你们谁都不能碰我老婆一下 我是你姐呀 陈远 你看清楚 我是你亲姐 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几年 吴敏才跟你一起几天 你现在的心就全部偏到他身上 陈远 你到底是不是陈家人 老公听他最后这句话 身子都颤抖了 是啊 我也想问问我是不是陈家人 爸妈 你们说说 我到底是不是你们儿子 婆婆不住点头 说什么呢 你不是陈家人 是哪里的 可你们从小就不喜欢我 我什么都是用陈慧剩下的 几岁开始 你们就把陈慧带在身边 把我丢进寄宿学校 一年半载见你们一面 除了一个月丢给我一千块钱 你们还做过什么 陈慧可激动了 他凶神恶煞地质问公婆 爸妈 你们不是说一个月给他五百的吗 怎么还给的一千 你们骗我 你们心里还是只有儿子 疯了 这个陈慧真是被冠疯了 他自己一直有父母的陪伴 却还极度父母一个月给一千弟弟做生活费 他们家要是没钱就算了 关键还有钱 婆婆一直哭着 阿远呢 我们也是想着 你是儿子 穷养儿父养女吗 而且你姐姐也担心有了你之后 我们忽略她 所以我们才把你放进寄宿学校 你看你如今这么独立 这么能干 你还不是当年我们锻炼出来的吗 这都是些什么逻辑 老公给我说过 他在学校不知道受了多少欺负 他打电话告诉公公婆婆 他们从来没有安慰 只有责备 责备他不懂得和人相处 责备他处事不够圆滑 就是从来不去看他一眼 后来 他也慢慢接受了自己相当于留守儿童的事实 独立 那是没办法呀 自己想 自己愿意的独立 和被迫的独立 是两回事 陈慧还在不依不饶地和婆婆吵那一千块钱的事情 我实在听得呱躁 你们家的破事 自己回去关起门来吵 不要在我家烦人 公公终于呵斥了陈慧 然后他看向我爸 亲家 那个他们的婚礼 还是要办的 你们要是嫌我给的彩礼少 我现在给你们加到十六万六好吧 这不是明明也怀了孩子吗 我们去照一下 要是怀的儿子呢 我马上给他们过户一套房 你们看 可以不 简直不可思议 我爸妈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年代了 还要照男孩女孩 怎么的女孩不是人吗 我也很奇怪 他们自己把陈慧看得跟个宝贝似的 怎么到我这里了 就还要照是男是女了 难道女儿是宝 孙女就是草 太奇葩了 我爸黑着脸开口 男孩女孩都是我的孙女 没有必要去照 你的房子车子彩礼 我们什么都不要 我家女儿也不会嫁去你们家 我们已经跟陈远商量好了 他们在我们这里安家 所以 你的一切都不用担心 全部给你女儿都没问题 你们回去吧 公公眼看就要发飙了 他一向自认为 自己是成功人士 手里资产上千万 回老家 从来都是人人追捧的对象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 一定要我们回老家办婚礼 只是因为他好面子而已 如今被我爸这么当面 搏了面子 怎么受得了 他一下站起身 走到老公面前 陈远 我已经给够了你们面子 你自己好好考虑 我在酒店等你三个小时 你要是还不醒悟 就永远不要回我的家 他停了一会儿 高傲地看了我们所有人一眼 当然 我家的一个刚蹦你也休想得到 没有你这个儿子 我还有女儿 我还有外孙 他一样可以当我陈家的继承人 他慷慨激昂地说完后 本以为我们都会马上低头认错 为了钱折腰 可惜啊 我们家人什么都喜欢 唯独对钱的一贯态度 是够用就好 我父母退休教师 有退休金 我和陈远都有稳定且工资不低的工作 维持我们的开销 过上小康生活 足足有余 他见我们都不为所动 最后哼了一声 气冲冲地离开 陈远走的时候 还踢了我家大门一脚 垃圾 这么小的房间 住几个人 真是难受 陈远 你真是拎不清 回老家 还嫌我给你留的房间小 到人家这里 怎么不嫌弃了 我真是看他一次烦他一次 直接拿起烟灰缸 给他砸了过去 他跑得倒是很快 他们走后 我马叹了口气 阿远啊 真是苦了你了 不过没事 以后在我们家 好好过下去 我和陈远 没有管公公婆婆 继续出去看婚纱 两个多小时后 公公用酒店的电话 打了过来 陈远 考虑好了没有 跟我们回去住大房子 还是在这小房子里面入坠 我直接抢过电话 阿远不是入坠 我们只是在这里安家 远离你们而已 对面还想说什么 我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我以为我们已经说得这么清楚 他们应该也能听懂人话 不会再来骚扰我们了 谁知道 一个月后 他们又来了 这次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我们的婚礼时间 直接跑到了婚礼现场 我本来特别好的心情 在看到他们时 瞬间觉得晦气 婆婆这次倒是没有掉眼泪 笑咪咪地递给我一个盒子 我没接 她就一直举着 咪咪啊 这是妈给你买的五金 你收着吧 我不收 之前的婚礼前 我提过买三金 但是公公说的是 这些都是应该娘家买的 婆家不会给我买 现在 我自己妈妈 已经给我买好了一套 我不需要他们的 快收着吧 这是爸妈的心意 她的手还举在空中 我抬手给她看了一下我的手镯 阿姨 我已经有了 结婚的三金 不能重复的 她还想说什么 陈慧一下 把那盒子抢了去 妈 我就说了 你不要搞这些 好像她多了不起一样 你给了 人家也不领情 人家现在拿捏着陈远 将来我们的家底 还不都是她的 看得上你这几万块钱的五金 我懒得理她 老公也生气 你们走吧 能不能让我安心举办一场婚礼 非要现在来添堵 婆婆又掉眼泪了 她真的很爱掉眼泪 好像我给了她多少委屈一样 可明明委屈的是我好吗 阿远呢 爸爸妈妈错了 今天就只是想来参加你的婚礼而已 你别赶我们走 她说的情真意切 公共今天也没有了往日的严肃 眼里也有点期待 我看向老公 毕竟是她的父母 我还是应该尊重她的 她犹豫了一下 正要说话时 陈慧又开口了 爸妈 我看啊 这吴敏还是没有见到钱 不松口呢 你们赶紧 赶紧地把你们那些家产 全部递到她面前 什么钱啊 房子啊 车子啊 都给她 哼 不要脸的东西吗 就是想钱 以为我看不出来 真气暗的是个神经病 眼看婚礼就要开始了 我绝对不能让他们 再一次搅和了我的婚礼 我妈在前台 看我们这么久没出去 进来就刚好听到了陈慧的话 她二话不说 上前就给了陈慧一个巴掌 手指着门口 滚 听到没有 给我滚 我妈教书一辈子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这么生气 这么打人 不得不说 太帅了 我差点鼓掌 陈慧又要准备撒泼 老公扯着她的衣服 就往外拖 她大喊大叫 可是公婆也不帮她 刚把她丢到门口 她逮到机会 又钻了进来 骂骂咧咧的 吴敏 你天的想要财产 就直接说 别整这些来 气我爸妈 死绿茶一个 今天我就索性 给你说清楚 想要我们陈家的 全部家产不可能 我已经跟爸妈 商量好了 给你们一套小房子 其他的都是我的 我是家里的老大 我照顾爸妈这么多年 这些是我应得的 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没资格要 你要是同意呢 就回去过户 一套给你 你也别委屈 一套小的也几百万了 比你们 现在住的都值钱 你们这样的穷酸家庭 得到我们一套房 睡着了都要笑醒 我还没有打她呢 公公先给了陈慧 一个巴掌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今天是来参加婚礼的 你霹雳啪啦说 一堆干什么 陈慧瞪大眼睛 爸 你也打我 你为了无敏打我 果然 你们的心里 还是儿子最重要 甚至媳妇 都比我重要 好 好 你们这样 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 她捂着脸 跑了出去 公公婆婆不放心 也追了出去 我和陈远对视一眼 都笑了 他们走了 我们正好可以安心地举办婚礼 管他们那些破事做什么 得亏陈慧闹了一场 我们的婚礼才可以顺利进行 累了一天 肚子里还有宝宝 我躺在床上 就想睡 可是房门又被人大力敲响 疯了 那陈慧又来了 她哭着大喊 陈远 吴敏 你们满意了 爸妈终于还是决定要把财产分一半给你们 凭什么 凭什么 我才是陈家的老大 这些本来应该是我一个人的 你们凭什么分 婆婆哭着劝 小慧啊 阿元也是我们的孩子 她是你亲弟弟啊 分她一半是应该的 陈慧反手给了婆婆一个巴掌 谁让你们生的她 你们就不该生 你们就多余生了她 婆婆被打 还不敢还手 只有不停地掉泪 公公抓住了陈慧的手 够了 闹够了 这些年 家里都是偏向你 你还不知足 今天 你说破天 我也要把财产分一半给阿远 你没资格阻止 陈慧眼见公公婆婆下了决心 马上换了攻击对象 那给阿远可以 但是不能给吴敏 吴敏 你必须和阿远签一个协议 你们的财产都是独立的 就算将来你离婚 也不能分走阿远的一分钱 而且你们结婚后 也不能用阿远的钱 你只能用你自己的 真TM神经病 我的婚姻要他来指手画脚 老公简直忍不了 他大骂陈慧 你算个什么东西 在我家指点江山 我要给他花 就给他花 我高兴阿 全部都给他 你能怎么样 你自己婚姻过得不幸福 也想把我的家搅散 是不是 陈慧还不服气 老公直接给他一脚 告诉你们 别在这里给我演戏 你们的钱 你们的房子 你们的所有一切一切 我都不会要 我都看不上 我只有一个要求 婆婆立马问 什么要求 老公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三个人 三个和他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 一字一句地说 我要和你们断绝父子关系 从此生不养 死不见 公公婆婆都亮呛了一下 差点没站稳 而陈慧却得意了 真的 你真的决定了 当然 以后他们就是你的责任 任何事情都不要来找我 婆婆大哭着被陈慧带走 公公叹气不已 老公找了见证人 登了报 他说到做到 我们的婚后日子过得很幸福 宝宝出生后 我们家庭更加和谐 爸爸妈妈帮我们带着宝宝 我和老公安心工作 日子越过越好 再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公公婆婆总是用不同的电话打给我们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结果 他们也想来看宝宝 但是每次都被陈慧拦住 这点我倒是挺感激陈慧的 没有他 我们会多很多烦心事 他们过年也会想着给宝宝祭点衣服什么的 都被我们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好几年之后 我刚生了二胎 突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过来 我们这才知道 陈慧出轨 找了一个小白脸 给那小白脸投资 亏光了陈家所有的财产 老两口活活被气死了 临死之前一直念叨着老公的名字 可惜没有人帮他们联系我们 等他们都厌弃了 亲戚才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只当是通知一下我们 他的原话是 阿俊 我只是告诉你一声 你回不回来都无所谓的 他们也不值得你回来 陈慧也被他老公一刀捅进了医院 生死未卜 听到这些 我和老公暗自庆幸 早早地脱离了那个畸形的家庭 不然 我们也不会拥有现在平静的生活 老公并没有回去参加他们的葬礼 我们继续过着 我们平淡而又幸福的生活